請先到晚館 還有在座 謝院長還有林董事長 還有在座各位語談的教授 跟律師 還有在座各位同學老師 大家晚餐 很高興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來跟各位報告今天一點點的心得 我們今天把它解讀 這個叫進駐國會的事件 那其實也不只是學運 你說他是學運也是沒錯 基本上以學生為主體 但是基本上我也認為 贊同剛剛嚴教授的看法 這是一系列的社會運動 學運只是比較凸顯出來 這樣的一個運動 其實從古往經 一直都有在人類的歷史當中 一直都有這種狀態 我先引一下聖經《使徒行傳》裡頭 其實有一段話 第五章第29節 他說人應該服從上帝 聖於服從人 要服從上帝 上帝所做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麼他必須會是屬於公義的 必須對大部分人都會有利的 所以要服從上帝更勝於服從人 其實再來講抵抗權 我想後面幾位老師都是劉德的老師 他們會從這個世異學的觀點來 來談很多抵抗權的問題 其實在歷史上這個抵抗權一直都存在 那麼從這個呢 也是其中一個根源在聖經裡頭 所以這個抵抗權 曾經被視為是一種自然權 或者叫自然法 自然法則 那在中國古代其實也有 就是唐武革命 這個對一個不義的政權 他可以直接把它推翻掉 這個就是革命權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講這個叫做公民不服從 到你抵抗權 其實後面就是革命權 就是革命權 當然這個問題在如果放到三十年前來談 大概今天台上的人講一講 就不見了 之後就不見了 但是我們今天很有幸的是 我們可以在這邊談這個主題 談抵抗權這個主題 這個事件當然是因為 這個太陽花運動所引起的 這個呢 引爆點當然是這個福茂協議 那我先談一點 在基本的一個 這個會涉及到政治跟法律之間有很微妙的關係 我從一個觀點來談 我們所有的事情 我們在做所有的事情裡頭會有兩個層次的問題 一個是做對的事情 一個是另外一個層次是把事情做對 這個也不一樣 我們要做對的事情 跟把事情做對 一不一樣 這個福茂協議 涉及到整個呢 全球化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的呢 這個議題 台灣做一個呢 世界貿易重要的夥伴 我們呢 曾經呢 這個整個世界貿易量呢 曾經是佔世界 在一百九十多個國家裡頭呢 佔第21名 我們的貿易實力不可小叙 這麼小的一個島嶼 沒有自然之源 但是我們的貿易的能力是很好的 好 因此呢 這個貿易自由化的一個浪潮 我們大概呢抵擋不了 我們必須呢跟著全球化 這個貿易自由化來走 這個是跑不了的 但是呢 我們說呢 這個貿易自由化是呢 沒錯 是做對的事情 但是你做事做對的事情 你也得把事情呢 做對 方向是正確的 但是呢 你在呢 進程當中 你必須把事情做對 因為呢 貿易自由化一定會對我們 自由的產業 產生非常大的衝擊 我們要不要讓我們的產業 一下子呢 那麼崩盤 那麼一下子呢 去那個這個 所謂的自由化 我們要不要有個調適的時間 國家有沒有義務呢 在進行這個產業經濟呢 改革的時候呢 要有一點的注意義務 在法律上 你也得去讓各個產業能夠有 調適的時間 這個問題涉及到呢 整個福茂協議的實質的內容 我們到底開放了 大陸多少的呢 那麼服務貿易進口 之後還有貨貿 貿易 就是呢 那個那個 今天講的是服務貿易 就是呢 服務業 我們開放了多少 如果我們沒有仔細去看 沒有這個活動 讓我們呢 啟動人民去檢視那個 服務貓 那個服務貓協定 附建一裡頭的各種 各式各樣的項目 我們很難想像 我們居然一下子全部開放 從食衣住行 預熱 那麼從天空 有的東西 飛機到呢 地下 到併葬業 我們全部都開放了 一下子全部開放了那麼多 我很擔心這個事情 那麼擔心不是因為呢 我們的這個自由化的腳步 而是呢 我們一下子開放這麼多 然後呢 這個 沒有辦法呢 控制這個 整個大陸投資進來 所產生的經濟衝擊 那我們台灣的產業 會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如果說這個時程 把它延長為十年二十年 或許是好的 讓我們的產業慢慢的轉型 這一點 這個產業是逃不掉的 但是呢 我們一下子呢 開放這麼多的 這個產業進來 那麼我只有一個字 那麼就是呢 有 我很擔憂 台灣的產業能不能夠撐得住 那這個 這個學運 那我說 我還是回過頭來談 我們說呢 這是太陽花的這個運動 喚起我們一般人民 對這個事情的重視 那我也去看這個問題 那麼回 這是一個背景 那麼第二個呢 這個部分呢 我講到這個 太陽花學運這個衝撞 衝進去所謂的進駐立法院 這個行為的呢 正當性 其實從抵抗權的角度來看 是一個方式 那麼比較不嚴重的 叫做呢 公民不服從 或者叫市民不服從 談到市民不服從這個概念 我必須呢 那麼跟各位報告 這個 這樣的一個議題 其實在 那麼剛剛 嚴教授談的這個問題之前 在大約二十年前 許忠麗教授呢 就曾經寫過一篇 非常龐大的文章 叫做市民不服從的 這個 他用市民不服從 不用公民不服從 這個概念 意思一樣 原文是一樣的 好 這個 這篇大作裡頭 其實呢 就非常把整個 那個John Rawls的這個理論呢 做得非常清楚的那個解析 所以呢 如果各位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麼基本上這個 有幾個構成要件 作為市民不服從 有幾個構成要件 這幾個構成要件 放到我們今天的這個 318太陽化的運動來看 非常的相信 那麼對於政府個案上呢 這個不遵守這個民主程序 或者是個案上非常不理性的這個決定 那麼公民透過和平非暴力的手段 來達成目標 來表示你反對 那麼進而呢 那麼造成呢 法治序的呢 短暫的混亂 好 等等這些要件呢 那麼基於一種呢 理想 那麼一種呢 那個 這個 抗議的一種行動 把這種抗議的行動提升到呢 哲學的程式 其實道德的慰藉 這樣的一個呢 活動 基本上呢 就是呢 市民不服從的一個呢 正當化的一個呢 基礎 好 那麼這篇文章 那麼在20年後來看 這個活動 非常的貼切 非常的貼切 所以其實今天 沒有請到他來那個做 報告或語談呢 我覺得有一點呢 這個可惜 有點可惜 那其實這個在 德國的那個基本法 那麼抵抗權 直接呢 在憲法上面明文規定 他們規定在 憲法 這個德國基本法 第二次表 第四項的規定裡頭 後面 等一下有秦老師 可能會談得多一點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觀念 在這個二次大戰之後呢 就被提出來討論 這個 因為德國有非常 這個 特別的那個 所謂的納粹時期的經驗 所以他們在戰後呢 會 談這個問題 甚至會把他呢 那個 把他的明文化 規定在 每個國民 如果在 每個德國人 都有這種基本權利 在整個國家的秩序呢 那麼失領的時候呢 可以行使抵抗權 Widerstandsrecht 這個呢 這個觀念 那麼是直接把他明白 規定進去 這是基於他們的歷史經驗 所以把他規定進去 那以這個角度來看呢 他具有超實證法的性質 所以呢 在 萊特布魯呢 這個就 在戰後發表過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 那麼 這個叫做呢 這個實證法上的不法 與呢 超實證法之法 這篇文章呢 其實也是呢 戰後德國呢 在抵抗權的基礎上一個很重要的文章 嗯 那這樣的一個呢 這個觀點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來做為超法規的主缺違法事由 我們一般法規上的主缺違法事由 很簡單 只要念過 那個 基本的這個法律 都會知道 那麼法律上的行為啊 優上正當的行為 正當防衛緊急避難 這是所謂的 法規上的主缺違法事由 那難道除了這個外 這個之外 就沒有呢 主缺違法的事由了嗎 好 因此我們說 這個問題就是呢 比較呢 高層次的 那麼超過呢 我們一般實證法 那麼所必須去討論的問題 就是超實證法的問題 所以呢 可以主張到公民不服從 基本上就是呢 把他當作是一個呢 超法規的主缺違法事由 來處理他 換句話說呢 他也是可以呢 作為主缺違法的一個事由 那就在美國 也有相對應的理論 他們就要用象徵性言論 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 美國呢 在越戰期間 那麼抗議 美國政府去參加越戰 就用很多裸奔的方式 那裸奔這個行為 我們一般的角度來看 他可能構成功能猥褻罪 但是呢 他們從來沒有用功能猥褻罪 去處理 上萬個人去裸奔的這種情形 這怎麼去個案處理 因為那是一個言論表達的方式 這種呢 是這個 這個象徵性言論也是呢 故意以呢 非法的方法 來呢 表達對政府呢 某些公共政策 某些呢 這個具體措施的不滿 這個也是呢 具有超法規主缺違法的事由 所以這個問題 那麼基本上 那麼透過這些理論呢 可以呢 獲得 這個 在呢 學理上呢 可以呢 提得出呢 站著著腳的理由 最後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必須做一個呢 小小的結論 這個結論呢 那麼 那麼我引用到呢 幾個呢 那麼 我們呢 中國哲學 曾經出現過的 一段 幾段話 第一個 這次福茂之所以沒有通過 那麼整個打亂了 這個 政府的呢 秩序 那基本上 我可以先用呢 孟子所講的一句話來說 行有不得 皆返求諸己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如果你 這個 這個福茂協議 如果是透過通常的意識程序來進行 大概不至於產生今天這種情形 這個其身不正 那麼 誰 雖令不從 法令再怎麼搶 那麼人民還是呢 可以表示不服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是呢 這個 國家公權力機關對待學生的態度 這一點呢 我可以用 另外再用孟子裡頭所提到的 孟子呢 告齊宣王曰 君之士臣如手足 則成士君如父心 如果呢 君士臣如土戒 則 君士臣如叩籌 國家公權力對這些手而寸腿的學生 如果他們沒有用 這個明顯的暴力 沒有用刀用槍 你今天使用棍棒 對付他們 使用呢 起訴 使用聲壓 來對付這些學生 我認為這個在國家 行使公權力的正當性啊 是可以質疑的 是可以質疑的 這樣子是不是呢 等於把學生當作呢 普介來看待 最後一句話 孝經裡頭提到 孝經這是一本呢 已經呢 沒有人在念的書 但是呢 我覺得他很重要 在這個時候呢 拿出來看 我反而覺得他很重要 那麼孝經呢 提到一句話 那麼這個 曾子呢 就問孔子說 曾子是個孝子 他問孔子說 那麼這個子啊 從父之令呢 可謂孝父 那我 孩子 我遵從父親的命令 我就算是笑了嗎 孔子呢 氣急敗壞地說 哎 適合言語 適合言語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怎麼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會這樣說 只是服從父親的命令 這樣就算笑了嗎 他說不是的 於是呢 孔子就講一句話 他說呢 只有呢 這個呢 天子有正成欺人 雖無道不識其天下 中間還有段文字 我把他省略 那呢 父有正子 則生不限於不義 所以呢 父親如果有一個呢 會呢 提出正言的呢 兒子 那麼他就不會呢 限於不義 所以呢 當不義者呢 只不可以呢 不正於父 成不可不正於君 所以呢 這個從父之令 又應得為孝夫 只是呢 盲寵 只是服從 難道就算是笑了嗎 好 我們今天的國民 如果對於整個政府不義的措施 如果不表示反對 這樣算是呢 服從法令嗎 以呢 破壞呢 小小的破壞 那麼公務的形勢 來對抗國家整個不義的行為 難道是不對的嗎 難道這個叫做犯罪嗎 好 以上我個人的意見 謝謝 好 再說各位 不論台上台下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既然只有十分鐘 我們就稍微快一點 那麼各位朋友可以看到今天的資料 我提供了一個三頁很簡單的提綱 那我接下來十分鐘的內容 大概就是比較簡要的論述我這三頁的提綱 所要談論的重點 318事件我們都知道 它是很多人從政治的 甚至世代的 或是經濟的議題 甚至是個文化改變的議題 那今天這個活動顯然是要說 它也是個法律的議題嗎 如果是到底是什麼 學生可以隨便闖進行政機關嗎 難道行政機關人民高興就進去 就可以不用走嗎 警察為什麼不驅離 警察難道沒有失職嗎 每一個人民都可以這樣嗎 大學教授可以驅動鼓勵自己的學生去這樣嗎 大學教授不是偽善嗎 我剛剛講的這一些都是幾位國立大學法律系教授講的話 我看了一下應該沒有在現場 三位沒有在現場 那就是說 法律如果是這樣理解的 那今天也許不必談 我們今天也許 也許今天再做 待會會有幾位 我覺得今天只有少三種人 就是軍警特沒有來 其他大概都來了 軍警特應該各推代表來談談 這件事情的看法 如果法律是像我剛剛講那樣的理解 那今天其實可以不用辦了 如果真的要辦 我們就來談赦免 為什麼行動是正當的 那當然是違法 毫無疑問 不論是違哪一法 不論是違法哪一個法條 也許構成要件或該當 也許函事實上有某一種困難或障礙 但很多人的觀點是 那當然違法 只要正當 那最多只是赦免問題 有一位應該我們記錯是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 他說 我非常支持學生佔據立法院 這個行動太棒了 馬政府胡來 但攻在行政院我就沒有辦法理解 這些支持學生的教授 我們法院界 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法院界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如果佔據立法院他覺得正當 為什麼佔據行政院他覺得不正當 請問那個邏輯何在 那都是所謂國家機關 也許在三權分立下是屬於不一樣的 也許啦 到底標準何在 我覺得這是我看他這個問題的一個 一個簡單的出發點 那我大概分下面三個部分 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第一個我想任何一個行為都必須去探討 他產生的背景不能孤立跟去脈絡 我對這個現象也許在座的朋友 我想在座的朋友大概不會 外面的朋友比較容易 會有不認同的地方 我認為我的定性是 他是一個民主失靈民主崩壞 是一個前憲法毀敗的現象 當我們談到共和的時候 共和有一個很重要的內涵叫做 法律的制定者跟執行者不可以同一 共和除了古典內涵 所謂不是君主制以外 其實共和當代最重要的內涵就是 不能法律跟制定跟執行都是同一個人 看看我們所熟知的1933年3月24號 納粹德國的所謂解救人民與國家民於危難法 我們這邊都知道它叫授權法案 授權法案最重要的 在法治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 他把法律制定跟執行集中在當然執行者的角色 不可能會集中在制定者 一定集中在執行者的角色 等於是行政獨裁 這樣的歷史教訓 其實在台灣其實遭遭可見 我把它稱之為共和崩檢 共和即將崩檢 還好有3月17號以來的一些發展 雖然還未盡其夜 台灣的憲法事實上有一個憲法秩序 有一個非常非常我認為結構性的危險 我把它稱之為 可能無可逃避的斷裂跟危機 看看下面的一些名詞 叫台灣還是中國 台灣地區還是大陸地區 一國一國到底是哪一國 奇怪我跟他們講的都不一樣 兩國兩國講的是誰 屋頂屋頂在哪裡 還有人說未來邦聯 這個人的兒子搞不好會當台北市長 到底是國內法還是國際法 很多人說明明是國內法 甚至可以是行政命令 就算不是行政命令 也是我們對大陸地區跟台灣地區 那基本上立法是不需要加以審議的 那到底叫做交戰衝突和平購和 台灣的憲法 跟台灣的某一種政治的領域 都處於規範跟現實 拉扯中的人格分裂 這個人格分裂如果不去 那個波雲見日去看清楚 他背後的一些關係 我們今天談的問題 將會淪為各說各話 每一個人的出發點不同 想法就完全不一樣 即便他都是法律系的老師 即便都從法律觀點 那當然 當然有一句拉令文說 關於文法是什麼凱薩說的算 法院作為一個體制內 講最後一句話的人 不論是哪一個層級的法院 即便我看法不只是大法官而已 那到底如果這個背景不能夠穿透清楚 接下來法律適用就會淪於尷尬 那麼 我不會相信今天來這邊 不論是台上台下來關心的人 對於這樣的看法認為完全中性 不需要介意 不需要討論 我們只需要談到 只需要談到去佔據立願的行為 到底有沒有違法 我相信絕對不是如此 必須從這樣的背景出發 你才能夠去認真的面對 法律的問題 不然就會像我前面的那個引言 Cashimi在探討天主教會的某一些問題 被拿到法院中去審判的時候 Cashimi的名言是說 在這種狀況之下 政治將所獲無幾而法律全盤皆輸 我以前的翻譯都是這樣 這次把它翻成一無所得 比較符合它的原意 簡單的說 任何的政治動作 都試圖拿到法庭上解決 政治上 只要有一個動作 就會改變政治局勢 唯一灰頭土臉的 將只是法律 法律不論你在哪個角度 都會陷於那個尷尬 所以我個人請抱歉 我還是認為這個背景非常重要 那接下來 佔據立法院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行為 那麼 就像剛剛 嚴格蘭老師說的那一些 那我自己的體系 我是把它放在抗議不服從抵抗 跟革命四個脈絡下 那這次的行為顯然沒有革命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談革命了 在這三個脈絡下 大概的簡單的理解是這樣的 抗議我們分為一般的抗議跟特殊的抗議 一般的抗議則是自由民主的當然權利 那麼最重要是議會反對黨大眾媒體 獨立的公共性 我們幾乎可以看出 只有獨立的獨立自主公共性還存在 大眾媒體議會反對勢力 一概的淪亡 至少是喪失了它 可以有的對抗性 一般的抗議在台灣顯然不存在了 至少在過去這段時間中 特殊的抗議雖然沒有要表 雖然是表達一定的意念 採取非常特殊的手段 但它畢竟沒有跟這個 接下來要講的 那個完全達到自己的目的 有直接的關聯 這是特殊的抗議 市民不服從是今天的主題 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待會也有多位先進會提到 我就簡單的說 市民不服從的最大公約數是故意違法 建立在特定原則上的集體抗議 主要是要改變防堵或推動特定的法律或政治措施 就是推動它出現或阻止它 讓它不要出現 其實市民不服從這個市民 我覺得跟希臘時代所謂citon 是不一樣的 其實如果我來翻譯我會翻成文明的不服從 它不是市民的意涵 不是 它其實有基本上有四個重要的要素 第一個它是基於良心的行為 第二它不要求免除刑法 第三它是一個自主跟理性表現 所以它不是教授煽動的 也不是民進黨操控的 第四它對憲法忠誠的堅持 這邊的憲法忠誠請不要把它狹隘的認為 對某一種國家或對某一種政治前途的信仰 才叫憲法忠誠 這邊的憲法忠誠指的是 憲法所凸顯的民主人權的價值 在這樣的前景之下 市民不服從具有道德高度的正當性 但就像馬尼路德金 馬尼路德金恩所說的 但不代表所有刑罰都應該是接受 或不能提起救濟 市民不服從者雖然都強調 我不要求免除刑法 我甚至光榮入獄 但不代表我要放棄法院 這一個地方 我要在法院中讓社會的公眾了解我的訴求 所以請不要把這兩個當作是一個衝突的關係 最後就像剛剛顏老師特別提到的 我個人是用後民主時代的新民主意涵 來談市民不服從 看看過去十年二十年 特別是剛剛也是李教授提到的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各國都面臨其實相同的問題 雖然各國沒有像我們這麼嚴重的中國因素這個問題 但各國面對經濟全球化都同樣面臨民主崩解的挑戰 那麼就市民不服從作為後民主時代的民主賠利 或是那個所謂 所說的反對權力壟斷 做一個新的民主形式 那麼等等都是告訴我們民主絕對不會只有議會 絕對不是只有議會 民主還有許多必須要這個加入的 對不起好像十分鐘之內嘛 我趕快把它結束 那麼最後是抵抗 抵抗因為待會會有幾位前輩提的比較多 就請容許我跳過 那麼暴力作為不可跨越的體制紅線 我想暴力到底是什麼 暴力到底是不是限於對於人身體的物理暴力手段 對我而言暴力是如此的 那麼退萬步言就算你真的是暴力 那麼班傑明在這個暴力的批判裡面提到 如果暴力暴力有兩種不同的類型 一種叫做行程法一種叫鞏固法 暴力描述暴力跟法跟正義之間的關係 簡單的講我個人的看法 學生的這次行動是做一個行程法的力量 它讓法秩序我們所期待真正的法秩序 能夠加以重建如果不是新生的話 最後我簡單的幾點結論 第一點 所謂國會不能審議又不能修改 這是行政命令 法律已經授權了 會沒有國際威信 國際法案國際慣例都不能夠修改 對我而言這是一場扭曲法律形式與實質的拍戲 這是一個這些都是法律人講的 當然很多是台大法律系 這個議員長我們剛剛提到了 這台大法律系出身的人講的這一些 我個人認為這是個刑事掩飾實質的法律遊戲 顯然不是如此 事件的背景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我的結論是 這是一個在特殊抗議跟市民不不同的交叉類型 重點在於一般的抗議在我們的體制內已無期待可能 至少在這個事件上面 這個事件並沒有跨越作為體制紅線的暴力 如果真的要說攻占本身作為暴力 它的重點在於行程法 不在於侵害私人的利益 也不在於整個倒毀公共秩序 公共秩序的目的顯然在於保護人民 不在於鞏固一個侵害人民的力量 那麼後民主時代的新民主意涵 我剛剛提過 這應該是今天我們在運用所謂的民主連接人權最重要的關鍵 那麼當然結束內容是作為應受憲法保障具有正常性權力行使的基礎 那麼民行事如何運用 待會會有諸位先進比我更有這個來講 最後到底是誰的事情 前幾年同時有兩個事件 同時有兩個法院判決 一個是紅山軍 超過一個月以上 規模超過百萬人 有時候超過一二十萬人同時聚會 大家可以想想那時候的關係 規模超過一個多月 超過百萬人參與 佔據卡拉克蘭大道 超過一個月 那個事件是有二十幾位大學的學生到教育部抗議高學費 法院最後判決判得非常好 請容許我引述法院的話 法院說 其會雖未經許可 具有造成其他民眾 且造成其他民眾些許不便利 但其等訴求在當時確實引起許多民眾迴響 且警方已能充分掌握此等情況 沒有明顯立即的危險 法院判決無罪 當時集會有刑法還有刑法規定 另外一個案子 被告明知警方舉牌警告 人據不遵從 繼續非法集會抗爭 嫌有犯罪是故意 因此判得非常重 各位 前面那個無罪是紅山軍判決 後面那一個犯罪情節重大 是二十幾個學生去教育部抗議高學費 抗議不到30分鐘 所以我想法律人在這時候 不論是檢察官法院辯護律師 所有的法律人都應該承擔起責任 謝謝